OK 兄弟们大家好 我大炮啊 这一把的话比赛的话 继续解说到我们的一个镜灰单胶赛 关键番的话第一魔幻寸 对面的话镜灰单胶赛第一魔幻寸 也是我们的一个 复战的一个法系啊 递丸节种的一个法系 两边的话是一个传统法系 打一个稍微非主流一点的一个法系 我们来看一下 对面的话魔幻寸的话是有一个法系移术 关键番的话不选择分身就是电 对面也不喜欢出宝宝 就是取秒的 我跟你说这两个人打PK应该会比较有意思 这一边不喜欢分身 一边不喜欢出宝宝 OK 对面出宝宝 关键番也出宝宝 第三回合又是一把左右护婆 关键番垫 对面取秒 取秒 取秒 这把伤害 应该有法术繁育的一个 存在啊 伤害没有特别高 关键番番垫 就是不喜欢分身啊 应该要出个限制激发了吧 我感觉 对面取秒 我跟你说一下 魔幻寸这个单位的话 就是不怎么怕法术繁育 电法术繁育 因为它有筋脉嘛 可以忽视一个单位的一个法术繁育 就是法 就是法术抵抗效果 所以说的话 对面起法术繁育也是没有用的 起法术繁育反正也可以电个百分百九十 就该电五千的还是能电你四千八 对面疯狂起没有 就关键番 魔幻寸 金宝宝太集中了 就基本上碾电 碾电必手 不生就得飞 就两边的话 基本上没有怎么给人吃药 都是给宝宝顶要 对面单位点的秒的更多一些 关键番的话单位秒的少伤害更高一些 关键番应该是出了一个瞬机立批 下一回合的群秒很关键 OK 下一回合是关键回合了 对面 我觉得对面应该要出配数了 兄弟 不知道对面兄弟什么脾气 我觉得应该要出配数 不出配数要撬了呀 地丸杰种这脾气真的牛皮 就是群秒真的 就不出宝宝 我都跟兄弟说了 我看地丸杰种的比赛看得太多了 真的 这兄弟真的 狭路先逢就是勇者胜 请三叠 哎 关键番还行 前面这个宝宝没有省啊 省的话比赛交功了 OK 两边差不多啊 对面宝宝不怎么成型 关键番的话 宝宝略微多一些 而且有高鬼魂的宝宝在 对面出配数 对吧 对面这个时候很聪明 出了一个隐身配数 关键番电不到 哎呀 这边出零刃隐功了 法系之间打单挑 零刃隐功特别关键 对面 而且他是抓在对面 流进最后一回合 好吧 有流进的话 有感知效果 没有流进了 那对面要请流进啊 这回要请流进啊 那下回才能亲 亲这个宝宝 所以说关键番 这拖宝宝的这一个 时间段卡的也是特别好 对面应该是两个配数 给自己顶要 哦 一贴一顶 去你了 三海可以 这个比赛 看一下吧 就应该关键番这个利劈 没有起来之前 对面有优势 利劈起来之后的话 应该关键番 就要可以 清惨了 传统法系 对于这种法 法术反应的宝宝 没有办法 OK 利劈起来了 利劈起来没有办法 而且关键番是个 敏利劈 比对面快 起来就是劈一刀 一刀六千 出顺法 哎呦 高级去鬼的顺法 打出163 再生一把 再 没有再生住 关键番变身了 兄弟们 把对面打倒地 关键番番寸直接变身了 而且关键番的宝宝 比对面宝宝速度要快 对面不容易拉自己 下盒得 得 得 得酸了 众独火魂 拉不起自己了 关键番现在已经可以秒四个单位了 好吧 浑水帽子难关 猛是有点猛啊 这个魔犯村烈是有点烈啊 兄弟们 关键番宝宝是一速啊 19回合比赛很精彩 真的